大家好,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烘焙教程 今天跟大家分享最近特别火的米月饼制作过程 这把刀用错了,打开的方式不对,重来 同时分享两款馅料,一款蜜豆馅,一款黑芝麻和桃馅 先来看一下饼皮的材料 尽量使用玉米油,这种油的优点就是没有任何味道 果糖糖浆,用玉米糖浆也可以代替 纯净水,因为饼皮不需要烘烤,直接加入水 所以说水一定不要用深水 糯米粉和莲米粉尽量选择磨得精细一点的 材料的部分介绍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处理方式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哦 糖浆和水放置一旁备用 糯米粉,莲米粉,以及玉米油 我们都可以用烤箱的方式来给它们做成熟的粉类 烤箱的参考温度是上下火180度,时间是8分钟左右 都处理好之后,先把糖浆,水和玉米油用筷子搅拌均匀 烤熟的糯米粉和莲米粉都加入之后 也是只要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最终饼皮的状态是非常细腻又顺滑 下面就是黑芝麻馅和蜜豆馅的处理方式 蜜豆馅用的是成品蜜豆,只需要用擀面杖,比它们捣碎 它本身是有甜味的,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调味 黑芝麻馅的黑芝麻粉用的是这种带一点油脂的 加入淡奶油和糖粉,糖粉会有一些小的结块,一定要给它捏散 核桃呢,我们就给它包在黑芝麻馅里面 这是馅料处理好的最终状态 这次教程使用的模具是50克 米月饼嘛,吃的是饼皮的味道 所以说馅料分的是15克,饼皮也是15克 包制的过程呢,就和做普通月饼是一样的 只是说这个月饼做好之后,不需要烘烤,直接就可以食用 饼皮尽量压得薄厚均匀,大小呢,差不多可以正好兜住馅 再慢慢的往前推,把收口处封好 这里说一下哦,核桃我已经包进黑芝麻馅的中间了 为什么不把核桃和黑芝麻馅一起搅拌呢 主要是因为核桃它是硬的 如果说和馅拌在一起,我们压月饼的时候容易压破皮 月饼搓成椭圆形,再沾一层薄薄的熟糯米粉 会有益于我们的压膜和脱膜 月饼模具的花形呢,大家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压好之后的米月饼是不是看起来颜值特别的高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没有沾糯米粉压膜的翻车片段 很小心翼翼的脱膜了,但还是被粘住了 这里是我测试的三款饼皮,第一款太油 第二款太硬,第三款太软,都不满意 像我们材料中用到的莲米粉就是大米粉 能买到的一般都是干磨的,所以说它的口感会变硬 月饼做好之后尽早吃掉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不惯这种口味的月饼 大家还可以翻一下千千之前的传统月饼教程